当地时间1月9号 美国芝加哥发生了连环枪箭 有一名32岁的非洲裔枪手开枪射击 导致三死四伤 其中有一位死者是在芝加哥大学 就读的30岁中国留学生 当时这名非洲裔枪手南丁格尔 来到了海的公园社区附近的停车场 开枪打死了坐在车里的这位中国留学生 事发的时候他正坐在车里与女友发短信 而女友在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之后 前往车库就发现他被击中了头部身亡 之后这名枪手又在附近的一栋公寓楼当中 枪杀了一名46岁的女性楼管 以及一名77岁的老太太 女性楼管已经在医院去世 而这名77岁的老妇伤势仍然危急 紧接着他又在大约下午4点 随机向一辆经过的车辆开枪 一名坐在副驾驶座位的15岁女孩 头部中单 目前情况非常的危重 警方随后对其进行了追击 最终是将南丁格尔击毙 终止了这一场无差别连环枪杀案 那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已经第一时间与当地警方联系 要求妥善处理 并以与遇害者家属取得联系 提供协助 芝加哥大学官网信息显示 遇难的中国留学生是芝加哥大学 布斯商学院金融经济学联合项目 四年级的博士生 他一直是从事研究项目 有资料显示他先后就读于 北京大学剑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样无辜的死去 目前北京大学芝加哥校友会 正在准备为他募捐 之后将把募捐 募捐到的这个款项 交给他的家人